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动力总裁蒋鹏雷 电商平台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迎接不确定性的时代 在电商进一步成熟的今天 电商本身的不确定性在于 它已经进化到了平台帝国主义阶段 帮分享 知乎 微博 微信 内容 视频化的全面战争 面对短视频的巨大机会 传统图文内容平台不再保持沉默 大约从2017年以来 走音 快手 予站陆续拉动 娱乐短视频出圈的第一轮高潮 短视频及风口成为内容行业的集体共识 视频号真的有演化成完整生态的可能 本质只是通讯工具 这些天 各种视频号信息在朋友圈刷屏 江湖沉寂多时 九位出窍的剑似乎听到使命召唤而蒸蒸冥想 然而 这可能只是又一次的幻听 年收入5000万 一条广告 80万 美食短视频赚钱到底有多狠 拼多多和名创优品都要小心淘宝了 线上对标拼多多 线下对标名创优品 阿里又再一次将手伸向了对手领域 而且这次还是一箭双雕 抖音进外链 腾讯广告 却在跳转外链 电商直播路该怎么走 能否像微信一样站起来 以平等的姿势面对淘宝 还要看抖音商业形态后续的发展 虽然暂时放弃了眼前的利益 但抖音禁止淘宝外链 却也是为了其长线的竞争力 一个完整的闭环生态 其连锁和新品牌如何破局 我们总结了这12个答案 作为品牌销售的主阵地 线下的零售和连锁业态 虽然面对着不同侧面的挤压 但依然在演展出新的生命力和更独立的品牌成长空间 引流的老计划准备撤退 核实 测新计划最合适 很多广告公司的朋友们会被问到 怎么这个账户掉量掉了这么多 大家回答最常见的应该就是 启量的老计划衰退了 新的计划还在测试中 所以消费降了 导致量少了 那什么时候测试新计划最合适 百亿大合并 游戏直播生意 腾讯做的局 2020年10月12日晚间 游戏直播平台 斗鱼和虎牙宣布 正式接受大股东腾讯 提出的合并邀约 进行战略合并 合并完成后 腾讯将成为新公司控股股东 互联网广告已经慢慢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要求优化师们不仅要关注互联网广告前端的投放效果 更要关注广告投放后端的线下转化问题 线下转化另一层面 才是打广告是否真正有效的衡量标准 抵达反击战 激活新市场 中国共享出行 第一股这一标签 不出意外 将由抵达出行享有